好,我们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主要讲的东西,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 就是积分,如果负面函数的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么它一定是原函数一定存在 同理我们原函数存在,我们也可以得到它是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我们首先看我们什么是原函数 原函数如果是f的导数 大f的导数等于小的fz 我们称这个大fz为小fz的一个原函数 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十函数一样 我们每一个函数,它的原函数有很多个 因为你只要给它加个常数 我们就发现这仍然是它的一个原函数 这是原函数,那么为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知道原函数 存在我们就可以得到积分与路径无关呢 我们 我看是写成定理的形式吧 还是 还是直接推倒,我们可以直接用定理来说明 如果我们订理fz在区域,在某个区域 r上有原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fz吧 而c为r类 这个区域类的一条曲线 7点 我们说7点为z1 终点 为z2 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在c上的积分fz dz就是等于它的原函数 在z1和z2上的值 它是等于fz2-fz1 这跟我们这个定积分的这个十函数里面的牛顿 fzdz 那我们可以看 我们直接 这样看吧 我们先求先求到 我们是 dzfz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f 关于dt 这个c c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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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在c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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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他就直接可以写成是 这个 是实际上就是 f 关于 z t 的倒数 再乘上 z 关于 t 的倒数 d t t 例如说是从 t 0 到 t 1 那么这个等于 f z t f z t 在 t 0 到 t 1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f z t 1 减去 f z t 0 那么 f z t 1 这就是 f z 2 减去 f z 1 所以所以说 啊我们只跟他的起点 与终点有关 跟他的这个路径没有关系 所以他是 与起点 与终点有关 与路径有关 与路径有关 如果他有原函数 让我们看 这是 z 1 这是 z 2 我们只管这两点 我们只管这两点 至于是你是 c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结果都不影响 这个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有原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 很容易去求 很容易去求 例如说 我们求这个积分 c 例如说 z的平方 d z 我们上一个 上两个视频 就是负积分 关于负积分的那个 视频上就讲过 那么 c是 从原点 到 1加上3i 的直线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知道 c z的平方 d z 我们可以看 他就是 1 3 z的立方 这是从0到 1加上3i 那么我们发现 他就是 1 3 好 1加上3i的立方 我们可以把它解开 1 3 1 3 1加3i 这个写出来还比较多 1加上9i 3a平方 b 再加上3 ab的平方 再乘上 负1 再加上 b的立方 27i的立方 那么就是 负i 所以说等于 39 27 负26 3分之1 负26 这是9i 这是27 负27i 就减去 18i 这跟我们之前计算的方式是 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我们只要能求得出它的原函数 那我们计算就变得简单了 那我们 在 之前讲过的 科西古尔萨定理 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这样的定理 科西古尔萨定理 我们说的是在 积分都 一个解析函数 在币区上的积分为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若 fz 在 r上 是解析的 则 这个 fz c为r上的一条曲线 c为 为与r类的一条曲线 嗯 我们说 这样子 怎么叙述 起来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它是在 上面解析 那么 实际上在r上的任意一条曲线 那么 这个 这个是fz dz 与积分路径无关 其中 c 是 位于 r内的 任意一条曲线 因为它解析的话 那它就应该有原函数 当然我们的证明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科西古尔萨定理 然后我们有有原函数 嗯 对我们已经知道了 有 它解析啊解析不一定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理说解析一定有原函数 但是通过古尔萨定理我们就知道 嗯 这个任意的一条曲线fz 我们 这里写成l吧 dz 等于0 那我们可以看 好 这是一个起点到终点 我们如果说这是c1 它是这个方向 那么 这是c2 我们可以看 c1 减去c2 这个积分 dz 这是等于0 那么c1到c 我们先从c1 沿着c1从z1到 z2 然后沿着z2到z1 这是负的c2 这就是一个b曲线 b曲线上的积分 等于0 那么也就是说c1 fz上的积分 减去c2 fz上的积分 这是等于0 所以c1上的积分 等于c2上的积分 不是等于0 因为它们相减就等于0 所以结果就等于0 所以如果是c的话 它一定与积分路径无关 所以它肯定有原函数 结论 我们还没写出来 如果有原函数 那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么积分路径无关 我们反过来可以定义原函数 我们可以定义 变上线积分 我们 如果fz 在 r类 与积分路径无关 那我们可以定义 定义这样的一个 变上线积分 ffz 它等于 从z0到 z的一个积分 那么这是f 例如说我们写成s 我的区分跟z区分开 我们定义成fs 然后ds 其中z0和z 都是属于在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域上 我们说 它是 fz的 一个原函数 那也就是说 只要它积分与路径无关 那么它一定是一个原函数 而且当然我们要求的是 还有一个要求 它在 函数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是连续的 那它的证明 就跟我们证明这个 变上线积分 证明这个 变上线积分是一个原函数一样 我们看一下 fz 增加上fz 增加上fz 减去fz 减去fz 会是什么样呢 它就是 z0到z 增加上fz 这是fz dz 再 减去 这是z0到 z 这是fz dz fz 我们换成fz 后面要区分开 那这个就等于 从z到z 加上dz 这是fs dz 那么我们看一下 fz加上dz fz 减去fz 除以dz 再减去小fz 那么我们会发现就会变成 dz分之一 然后是z z加上dz 然后是fs dz 减去小fz 减去小fz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把 这个 fz 我们写成一个积分的形式 我们写成积分的形式 因为fz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是什么样子呢 它可以 写成是 首先我们可以写成是 fz除以dz 再乘上dz 那么dz 我们可以 是什么样呢 dz 因为我们这里也出了个dz 我们要把它放到 积分符号里面去 那么dz 我们可以写成是z z0到 z到 z加上dz 然后是ds 因为这个这个相当于是1的积分 1是一个 它有原函数 它是 等于z 这是 我们写成s吧 s 那么这 z z加上dz 那就等于dz z 好 我们有了这样的预备 这个dz 它是等于这样的一个积分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积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进去了 也就是说 dz 2 z 这是z z z加上dz 这是fsds-fz 因为相对于s来说 fz它是一个常数 它等于delta z分之一 这是z z加上delta z 然后是fsds-fz delta z我们还是写到外面 delta z分之一 然后这里面是fzds 这是从z到z加上delta z 因为这个相对于s来说 fz是相当于常数 你可以拿到 可以拿到外面去 但是我们拿到里面来 是为了方便计算 这是delta z分之一 然后是z 这是z加上delta z 然后是fs-fz 然后ds 然后是fds 那么我们现在看 里面这一块是多少呢 它是连续的 所以因为fz在r类连续 r类连续 也就是说它在每一点的极限都存在 那么对任何的根据极限的定义 对任何的ε大于0 我们要证明这个是它的极限为0就是了 对这个极限是0 也就是说求极限这个极限就等于它 前面这部分 我们要最后证明这个极限是等于0就行了 那么对任何ε大于0存在 delta大于0 使得 delta z 这个 小于delta 10 或者说我们这是s s-z的绝对值小于delta的时候 然后 fs-fz 这个 是小于ε乘0 那么这样的话 s-z 那么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看出delta z 我们可以看出是delta z 最大的就是delta z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因为因为这个 是从z到z加delta z 所以delta z应该是s-z的最大值 所以我们delta z 绝对值小于delta的时候 fs-fz 它的绝对值是小于ε的 小于ε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大的f fz z 加上delta z 减去大的fz 除以delta z 减去小的fz 那么它是等于 delta z 分之一 这个是 从z 从z到z加上delta z 然后是我们加绝对值 就是fs-fz 就是fs-fz 然后是ds 那么我们把绝对值拿到积分符号里面去 就变成delta z 我们把它 分之一 f 我们把它 这里面 这里面是 这个 小于等于这个是我们把它拿到里面去 这是fs减缺fz 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绝对值的积分 那么这个是epsilon 变成常数 用常数带出来 就是delta z分之1 乘上delta z 再乘上epsilon 这个是定义epsilon 那么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limit delta z趋近于0 这个fz加上delta z 减去fz除于delta z 这是等于fz 那么这是导数的定义 也就是说 变上限积分 变上限积分的导数 是贝极函数 是贝极函数 好 那么我们最后写的结论 我们若fz fz与gz都是小fz的一个原函数 都是小fz的一个原函数 那么它们则相差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是fz-gz等于常数 这跟我们的十函数的结论是一样的 好 那么求积分的话 那就有了原函数的概念 我们求积分就比较方便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算出它的原函数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是这几个地铁呢 第几个第二个地铁 第四 第二个地铁 我们求积分 这是从-2i到2i z分之1dz z分之1dz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 2i-2i到2i z分之1dz 它是等于logz 那么从-2i到2i 那么log2i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它的长度就是2 所以它是log2 那么2i它的这个 它的浮角 它的浮角 浮角是 i乘上2分之π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先把它写出是 log2i减去 log-2i 那么前面 那是log2i 就是log2 再加上i 它的浮角是2分之π 后面这是 它的长度也是2 但是它的浮角是-2分之π 所以它是等于2分之π 我们说是指在一个 我们在它的浮角 在π到-2 复π之间 我们取一个嘱咐了 主浮角 好 因为如果你不限制它的这个浮角的话 那它就是多指函数 多指函数 它这个就不是解析的了 我们只取一个解析的分支 我们下期待的浮角 我们下期待的浮角 我们下期待的浮角